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跟华为与奇瑞联合开发的那台智介S7是同一个平台的 那整车800伏的高压架构 碳化硅的电机 顶配车型100度的电池 CLTC工况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以上 900公里的车来了 同时 双All-in RX的芯片 800万的双目摄像头 一颗激光雷达 5颗毫米波雷达 这台车未来通过迭代也可以实现城市NOP的高阶辅着驾驶 还没完 底盘的悬架结构基本都是铝合金的布件 同时 前虚拟主销的双XB悬架 后面多连杆的悬架 配有CDC可变阻尼以及理想L9同款的孔徽单枪空气悬架 我就问你 这些硬件都堆到这台车上 你说 是不是还可以 还没完 它的目前盲定价格是26到36万 盲定就是盲定 那最终的价格可能会再低一些 而尺寸上 车身长度4945 轴距3米 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大型轿车的尺寸 所以这么来看 那这台车是不是性价比还可以 所以说奇瑞也开始卷起来了 那咱们展开一步步聊 首先 星纪元ES是星纪元旗下的第一款车型 而星纪元是星图品牌下面的一个纯电系列 比如说奔驰下面有EQ系列 宝马下面有IX系列和I系列等等 那未来星纪元系列也会推出一些其他的新能源车型 而首款就是星纪元的ES 首先这台车看着还是很轿跑的 那4945的车长 3米的轴距 也确实比现在市面上很多B级的车型要大一些 它未来就会以一个C级车的尺寸去跟B级车抢车上 那它的对手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极客001 比亚迪海豹 托斯拉的Model 3 小鹏的P7 还有比亚迪的汉伊威等等 也包括它的同平台的这个兄弟制舰S7 那外观方面 首先我觉得这确实是奇瑞这些年轿车里面最好看的 比如说前面有个非常漂亮的新环灯 然后底下呢这个是一个交互大灯 我希望这个是个选装件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还是不需要这个交互大灯的 那整个车身线条比较流畅 它的风阻系数做到了0.205CD 那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高速上基本上跑120的时候 80%的阻力都来源于风阻 那它风阻小了 所以它相应的电耗也就会小 所以它的最低的电耗可以跑到11.7度每百公里 所以说它一百度电池才能保九百公里 跟它的八百幅架构 以及它整车的这个风阻系数有很大的关系 四驱版车型前面是配了一个六国塞的卡钱 然后米其林PS EV的轮胎 那到后面我就会发现 就是复杂的地方还是比较多 如果再简约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说侧面这个塞是完全没有打孔的 就是一个感觉是后装上去的一个塞 这个塞看着确实有点多余 然后车身上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眼花缭乱 比如说这是这个镀铬的试条 然后轮圈呢又是一个千灰色的感觉 然后上面又是黑色的 然后底下又是这个蓝色的 这底下就是黑色的 如果外观稍微检阅一下 那到了2023年我看着就更舒服一点 后面还是挺好看的 这有一个C柱后面延展式的设计 然后尾部带有一个尾翼 这个尾翼是电动可升降的 在你90公里的时速的状况下 它就会打开 然后你超过120以后呢 它会再升一档 保证你车辆有个下压力 同时呢 它的空气悬架 在你跑到120以上的时候 还会降低 大概是5公分吧 然后让这台车高速的姿态会更稳 那星图星居然的产品朋友跟我讲 这台车它并不想打非常运动的定位 还是想偏向一些舒适智能化 所以在这台车上并没有用 这个大家都很想要的先被尾门 所以是一个常规的打开方式 但打开以后 它的后边箱大小还是非常可观的 因为毕竟车身长度达到了4945 近身非常的长 一家人出去玩的话 大件的行李基本能放得下 但是从目前这台试装车来看 确实后备箱没什么配置 那希望量产车到时候能有一个 比如说220副电啊 12副电啊 或者一些拓展的挂钩等等 这个后备箱的可玩性就更高了 我们到车内看一眼 坐到车内 这确实是我看过所有奇瑞品牌旗下车型里面 最科幻最智能化的了 比如说你看啊 它从上到下采用了一个阶梯化的设计 那在最上面这层提铁上有HUD台头显示 然后在下面呢 是它一个很小的窄幅的9.2寸的仪表盘 非常的小 然后两边是这个一体式贯穿的一个木纹饰条 然后再往下是这种软质的皮面 这又是一层提铁 然后再往下是空调出风口 以及这个装饰区 然后这边有个悬浮式的屏幕 那内饰你看这个结构是很简约的 包括翻盘盘的造型很好看 但是我从我个人审美上的缺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地方 这个玫瑰金的饰条 配这个布林布林的装饰 确实有点跟外观那个塞一样 看出有点复杂了 我觉得一台车在2023年的审美 肯定是尽可能的去简约化 复杂和点缀的设计 在当下已经不太流行了 那配置方面 首先车机是15.8寸 2.7K的屏幕 配了855的车机 那奇瑞它现在自研升级到6.0的中控系统 我今天这是一台试装车 我去操控这些音乐呀 还有地图啊 感觉流畅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同时它还带一个北斗GPS的双模定位 不知道这台车未来去没信号的地方 会不会也能有一个精准的定位 甚至打语言电话 这还不知道啊 因为官方还没有公布一些数据 都是我自己去脑补的 那下面有50瓦MAX的无线充电区域 带这个出风口 可以直吹手机 不会让手机热 然后在后面是一些储物空间 然后这里面呢 它的手套箱里面有USB-C口 USB-A口 同时后面有一个空调出风口 这样你的手套箱也具备了一个冷暖功能 你要放一个水的话 空调开冷一点 那个水也不会升温 大概能保持一个比较爽口的感觉 反正我觉得这种通风的手套箱 还是挺有作用的 那其他方面 这台车确实跟现在很多造车限定员势力一样了 比如说方向盘 还有外合视镜 都需要在这个中控系统里面调节 那座椅呢 配的是一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然后它头枕是带有音响的 整个皮质稍微偏硬一点 就是包裹感可以 但是整个皮质 如果它的海绵填充 再软一点就可以了 电子的开关车门 机械把手藏在底下了 然后有无矿式的车门 双层的夹胶玻璃 然后带这个舒适进出 总的来说 我觉得前排确实能给我很强的 奇瑞在打造新能源品牌 奇瑞在打造智能化的一些点 然后设计上也有一些自己巧思的地方 就是整体布置的再简约一点就更完美 让我们现在去后排看 三米的轴距就体现在后排了 首先腿部空间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地台是纯平的 这个地台 你甚至放一个很小的茶几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后排的坐垫足够长 羊角也可以 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头枕偏硬 如果你后期换一个那种 仿麦巴赫那种软头枕 坐着会更舒服一点 头部空间只能说尚可 我一米七七的身高 头发能扫到这个车顶 那这台车为什么不用纤维尾巴 如果用纤维尾巴 它那个尾巴的脚链就得固定在这 那你头部空间就没了 它现在都没给你这个伸缩这样的脸 主要还是因为头部空间有一定的限制 然后这个天幕 目前看上去颜色是比较深的 不知道有没有可变天幕 这种可变天幕呢 说实话防紫外线肯定没问题 但是隔热 目前我没有体验到 真正能隔绝热量的天幕 基本上太阳烤的话 这个玻璃都挺热的 我自己那台车对吧 我已经这个忍受了快一年时间了 那同时它前面的靠背后面 还有一个这个拓展的区域 我怀疑啊 应该是像这个质界和问界一样 你可以卡一个pad在这 然后坐在这就可以看电视了 然后底下呢 还有个小屏幕 用来控制后排的空调 以及后排那些娱乐的功能 然后底下有两个USB-C的接口 这个后排我觉得 确实是偏向家用的一个定位 整个后排的空间通透度 包括座椅的舒适度 都没什么问题的 你买完车以后 把这个头枕 再加一个迈巴赫的小转头枕 这个后排坐着就要舒服很多了 最后关于这台车的硬件方面 小哥再多聊几嘴啊 那今天是10月29号 我们获得的信息并不算多 目前已知就是 这台车未来可能推出 三个电池包的版本 入门级车型是一个 66度400伏的电池包 工况的续航是550公里 后面配了一个 185千瓦的驱动电机 而再往上就是 800伏架构的车型了 800伏架构的入门版本 就是82度的电池 分为后驱和四驱两个版本 后驱版本是 230千瓦的后置电机 四驱版本在 230千瓦后置电机的基础上 前面又加了一个 123千瓦的感应异部电机 那四驱版车型 综合功率就是353千瓦 确实挺低的啊 因为现在的四驱版车型 都主打一个高性能 三秒多的加速 500多千瓦的驱动功率 我认为它做一个 小功率的四驱版车型 是对的 因为就包括我在内 就是我真的不需要 我的车有三秒多的加速 但是我对四驱 是有刚性要求的 因为我冬天需要去 重力滑雪 那四驱的轿车 跟后驱的轿车 在冰雪露面 那就是两种感觉 所以这个小功率的四驱版车型 未来如果能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还是挺实在的 而它的82度电池 800伏 230千瓦的后驱版车型 它的工况续航是720公里 四驱版车型是650公里 那最后就是它的顶配车型 顶配车型是100度的电池 同时后置的230千瓦的电机 工况的续航是905公里 那其他方面 比如说它的高阶辅助驾驶 还有它的空气悬架 以及CDC的可变阻尼 我猜测啊 82度的电池 以及100度的电池的版本 都会上的 那至少像空气悬架这种 它后期可能会提供选装啊 等等等等 那这台车 其实最早它在上海车展 就是4月份就亮相了 那现在都马上就要11月份了 你们看到这个片子 已经10月份了 这个进度确实是很慢的 但是呢 这半年以来 关注新GNES的朋友 有很多大家都期待 这台车对吧 能够赶紧的量产下限 赶紧的交付 也希望它的速度能够快点 那目前盲定价格是26到36万 也希望它未来的正式售价 能够再低一点 该有的配置 该有的硬件都有的 那就看价格上有没有诚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